平時看綜藝節目寫在一起 這次拍劇的感覺如何? 拍劇? 都很開心 我猜其實是主要整個團隊 因為整個團隊都是很用心的 因為我本身認識看道和行道 我都知道他們是一個很有心的人 然後這次的團隊 我們一群演員都很用心 我覺得只是這個氛圍 所以整件事都很開心很順利 那他上手你很順利? 他很順利 基本上他自己都做得很好 但是有時候我真的看著他做 對戲看著他做戲 我覺得他都很順利 因為你不是拍很多 但我覺得他都很厲害 你懂得很多NG嗎? NG? NG? 不算的 不算的 但我剛才跟康導他們聊天 原來他們剪了很多焗蟹 會放在片尾上 他說有一個排行榜 好像在第二名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傳說中的NG 也不是的 搞笑而已 因為很開心 剛才我們說我們拍攝的環境 所以其實有時候就算是拍攝了 即是行動之後 我們都仍然在那個氣氛裡面 是 已經分不到是真還是假 都是真 全部都是真 那誰是第一名? 第一名? 我爆料剛才看著女生的第一名是Ivy 是嗎? 都說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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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們會想來演一個什麼 有啊有啊 我想演 即是大家都知道我喜歡日本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日本文化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演什麼都好的 但如果 最重要是去日本演 對呀 去日本演 之後呢 還有是一套魔法少女 我想嘉琪做魔法少女之後消滅我 你怎麼看啊嘉琪? 哈哈哈哈 我會要求我不會穿女裝 哈哈哈哈 魔法少女 你做魔法少女 對呀 不要緊 我可以和她一起演戲的 我覺得OK的 但希望她不要再要求我穿女裝 因為她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要求 我覺得你的女裝是很吸引她的 不是 是她的人本身有些 那些叫做 問題 是問題的 是有問題的 是 之前Jeffrey 她已經沒有Mail了 是 然後她說 原來我後空手是小 因為你跟她說 如果 你那天考車 你沒有消息的話 就是你肥佬 所以她就說 不如由你去考 因為她很招職的 那天剛好前一晚 就是在拍交戰 然後她就無緣無故 她很有自信 就說 我明天考試 不過我很有信心 我為什麼怕 你試試做模擬試 你看看合不合格 我真的試試做 但是我考了車牌很久 那 就是我現在開車 你不會再記住 模擬試那些東西 那我就試試 那我肥佬 然後她就很招職地說 連你都肥嗎 這樣 然後我們幾個人去試 都肥佬 那她就很招職 就說 你們真的失敗 那我就說了一句 我說你明天考試 你不要肥了 我一定會笑你 然後我一開始 她在群組裡有說 就是她在我們交戰群組裡 有說 她問了她 已經問了她 考試結果如何 她沒有回覆 然後隔了幾個小時之後 她終於回覆了 她說 肥了 然後我已經馬上笑了 我說 你真的開玩笑嗎 然後她再寫了考試的成績 然後我們都說 這麼傷心 但基本上 Edan 肥腸 所有人都有笑她 我真的很少可 我很少見人肥 其實都是玩笑而已 我覺得沒所謂 即使今次不行就再考 下次不行就再考 我覺得沒有緊要 但這件事真的很好笑 作為朋友 是其中一個可以留下來的笑料 有沒有幫她操車之後 如果她順利過了Bus的話 嘩 操車嗎 先讓她練好了 除非她出車 我不會借我的車給她操車 一定不會 絕對性 確實裡面 魂所來的 秋風 這個 危險 她臹 我 每一個 都 都 roc